被一百的丧尸包围是什么体验 土豪兄弟熊大熊二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别墅里了 房子外面是一群密密麻麻的丧尸 他们背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了 这数量少说也有一百的 两兄弟只要完成逃离丧尸挑战 就能获得五十万美刀大奖 否则他们将留下来成为丧尸的一员 这么多丧尸在外面 尸首空拳的 这不是肉包铁玉上铁包肉吗 必须给自己整点房尸的武器 和生存必备的粮食 喇人从大厅拿走了部分食物 敲咪咪的移动到阁楼处 熊大还给自己找了个趁手的武器 棒球棍 熊大表示有了这玩意 他就能一路索向披靡 一棍一个小朋友 熊二表示他有个更好的招数 既然抵抗不了就融入其中 将自己打扮成丧尸的模样 来个cosplay混在丧尸群里 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逃出去了 熊二带着熊大来到衣帽间 准备来个华丽变身 没想到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好家伙 这年头丧尸也这么讲究的吗 熊二表示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们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走了衣帽间的两个绿头套 他到底要伪装成什么 熊大熊二换上 从丧尸手里抢到的 绿色夹克和绿色头套 就这 你跟我说是在cos丧尸 真真是两个大聪明 俩人装扮好后即可出发 模仿丧尸走路的方式 你还别说 真是像模像样的 还真就把那些不太聪明的丧尸 给忽悠过去了 熊大熊二穿越过第一波丧尸群 来到了杂物间 俩人准备在这里 给自己搞一套靠谱的装备 熊二拿了一把彩蛋枪 熊大则是选择了火焰枪 另一边丧尸的老大发现熊大熊二的伪装 他立马召集一波丧尸小弟们 前往杂物间围捕两兄弟 这下好了 刚出狼穴又入虎口 兄弟二人又又又一次被包围了 这次熊大熊二也不处了 他们拿起武器就是一顿疯狂进攻 一个负责掩护 一个负责进攻 这下丧尸老大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很快熊二的子弹就用完了 两人立马趁丧尸群不注意的时候撤退 一路逃跑的两人 在路上发现了一瓶不明绿色药水 这玩意难道就是解开困局的关键 两兄弟发现不明绿色药水有问题 很有可能就是解救丧尸的解药 两人立马带上解药准备继续逃离 然而下一秒 他们就发现前路被阻 篮球场上还有两个丧尸跟他斗牛呢 没有武器的两人 这会儿也不敢浪了 只能躲在草丛里面暗中观察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丧尸群就赶了过来 这一波至少有四五十只丧尸 两个人显然不是对手 熊二提议现在只能去仓库找了车钥匙 才有可能逃出去了 俩人再一次敲咪咪的移动 到了仓库库外面 他们躲在拐角处 就看到又是一波丧尸在围攻一辆车 俩人趁机进到仓库 找到了车钥匙 熊那还发现了烟雾弹 这可是逃跑的好东西 熊二果断丢弃绿色不明药水 带上了烟雾弹 俩人拿出烟雾弹 对着丧尸群进攻 成功转移注意力后 甚至老大也不是吃素了 立马就发现两兄弟的诡计 他开始有序的只会丧尸小弟围捕俩人 又是一波紧张刺激的你追我赶 千俊一发吃鸡俩人 成功找到车子 逃离丧尸的追捕